大家好,歡迎來到股倉 一個分享投資知識成長的地方 今天是金融股的系列 這個禮拜過完就迎接了全新的2023年 那今年的金融股大概分為兩個族群 選對金融股,今年還會有10幾%的增報酬 但是如果選錯了報酬率可能就負20-30%了 這一來以為可能就差到4%的財富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嗎? 知道了這個差別,如果本金是100萬 今年資產就有40萬的差距 如果我是1000萬,差異就會有400萬了 這會讓你更有效率的存金融股 還有可以更清楚2023年應該要怎麼說金融股 一樣的投在金融股存股的資金 其實我是會挪移在不同金融股中做調度調整的 這會讓你手上的金融股球員更有效率的得分 那今年金融股的主旋律就是9個利率政策 升息會帶動銀行的利差擴大 能賺到更多的利息收入 但是升息同時帶來債券的價值崩跌 能不能預期可以用更低的價格去買到債券 那殖利率就會隨著基準利率不斷的飆漲 如果債券價格沒有更便宜 那就去存銀行定存就好啦 今年費得以瘋狂的速度升息 帶來的就是債券跌幅是創下50年以來的紀錄 所以今年金融股幾乎是受到債券再影響報酬率了 那前段時間受險類的金融股還傳出禁止的危機 為什麼有些金融股就不受影響 有的就跌幅很重 這完全可以在財報中找到答案 我們就舉幾個金融股來說 像同樣是銀行類的金融股 今年就是付報酬的 而之前分享 今年我主力加碼存的第一金安合庫金 還原全息的報酬率都還有正十幾%的漲幅 那拉到兩年來看還有將近50%的漲幅 另外像受險股的國泰金就不用說了 今年跌幅將近30%了 受險股是今年最大的收債區 這最主要都是因為持有的債券 被列署在財報中編列什麼項目所影響 債券在財報中可以被歸類是短期交易為目的 就是買賣債券賺取加差的 或是被公出售 是屬於有可能會波段賣出的 或是持有之到期 其實債券如果持有之到期 就跟訂存單的意思是一樣的 為期10年本金加利息是多少 那到期就是拿到這樣的金額 中間債券的跌價漲價跟你一點都沒有關係 但如果把持有的債券歸屬在家喻為目的或被公出售的話 就是需要依照債券每季度的價格變化 去反映債財報的EPS和禁止 所以才會出現今年很多金融股虧損和禁止危機的問題發生 那我們把交易及被公出售加總去除上公司的權益 簡單說這個比值越大 就表示金融股受到債券的波動影響就越大 那做成圖表來看會更清楚 如果先純粹以短期交易操作的金額除上權益來看 藍色的柱狀圖表色就是這個比值的高低 而橘色的折現圖則是一年的報酬率 就可以看到今年報酬率比較好的金融股 像低金、合股金和台中銀 交易的債券比例就相對低 而一樣的銀行股表現比較差的玉山金和金城銀 這個比值就會來的比較高 所以今年收到債券投資部位影響就會更大 今年報酬率也就會是負的 而像壽險雙雄之一的國泰金 保險公司很大的資產比例就是放在債券投資上 藍色的柱子的數值就非常高 今年也就表現的比較差 那再把被公出售的計算件來看的話 也是相似的趨勢 所以像這波劇烈升級的大環境下 金融股的選擇一定要先去選銀行類的金融股 收益升級下可以賺到更多的利息收入 這麼多的金融股中 去挑選債券部位影響最少的金融股 那基本面就更純的直接受到利息收入高地去影響獲利 今天要來分享的就是 債券持有比例比關股的合股金和低金更低 更純粹的受惠升級帶來的利潤 而債券的影響很低 也是因為這樣 看看台中銀長期這10年來的股價 大概就是呈現一個穩定成長的趨勢 也很適合就是定期定位一直存 那像壽險雙雄的國泰金和富邦金 長期股價就很明顯的有幾期的波動 如果是基選的對是可以創造更大的獲利 但也有可能會有比較大的獲利回徒發生 像影片中也有分享定期定額各自金融股10年的報酬率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差別 那興趣的可以再去看看 今天主題先來分享一下台中銀 這支金融股的基本命業務以及發展 對其他金融股有興趣的 我們也分別拆解過很多支金融股 陸續也會繼續來分享蕭族2023年的機會 在影片開始前 請大家幫忙花一分鐘來填個文卷 填完之後在影片下方留言 完成B7股倉的文卷 並在抽獎的連結登記你的YouTuber歷程及Email 我們會來與文卷做對比 來抽獎小禮物博客來買輸基金 之後每個月也可以收到我們定期整理的金融股籌碼和營收狀況的報告 記得填寫完後一定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並且完成抽獎連結登記才會統計到 我正在開發一個免費的APP 就是用我目前的選股邏輯 先篩選連續超過10年20年以上配息的股票作為股票池 再透過SHOPRATIO和BETA指標來得到風險報酬比最好的公司 在漫長的選股過程中 不要跌倒是很重要的 透過風險評估來選出最穩的 並且留下報酬率很多都能超過20%的公司來做投資 那APP內也可以直接計算股票的合理價便宜價的價值區間 讓我自己在投資的時候很方便可以直接管理股票的買入時機 這套APP的開發其實是要讓我的投資更系統化 那也同步分享給大家 我需要大家提供一些你所感興趣的股票族群和投資屬性的調查 來讓APP的見面更符合你所需要的樣子 那現在花一分鐘先填寫完問卷留下資料 APP明年初正式上限之後 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那問卷只收集最後三天了 趕緊完成加入這波抽獎活動 我們先來看看台中最近更新的基本資料 台中銀股票代碼2812 是屬於民營的金融股 股本477億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比起其他的金融股 可以說是股本相當小 目前股價12.9塊 到1000張的大股東持股比例佔60.1% 獎募持股比例佔26.5% 獎募持股人數20萬人 再來金融股中存的人數不算特別多 過於台中的這樣小股本的金控 500億以下股本的級別 金城銀就只有4萬人 而高雄也只有6萬多人 台中銀算是很多了 台中銀PV有0.90倍 後面也會再來計算出合理的股價 台中銀累積連續配期12年 股票鼓勵和現金鼓勵都有配 我更喜歡這樣的金融股 長期可以帶來更好的福利成長 10年平均總值率是7.1% 金融股通常分為銀行、證券、保險三大板塊 每個領域市場都會改出不同的估值 所以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台中銀的業務組成 台中銀累積到最新11月的字節EPS YY2%是少數金融股中還能是正的 台中銀其實從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股 不是大型的金控集團 從損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 銀行獲利的三本柱 利期收入、手續費、其他投資收益 台中銀有超過7成的獲利是來自於利期收入 銀行做的生意就是收取存款拿去放貸 賺取中間的利差 而在升息循環下也是收費這個放貸利率會提高 那你可以看到台中銀在利息收入的YY是15.97% 就是成長最大的部分 並且這個升息的趨勢 至少會維持到2023年中左右 而所需費的部分維持穩定的收入 那投資收益的部分 這就是今年很多金融股跌倒的地方 大家利息收入都是收費升息賺更多 但是持有債券部位列在交易項目不中高的 在今年債券大跌的情況下就必須認利的損失 那就如一開始看到的例子 台中銀在短期交易上 債券部位投資的比例相對低 所以EPS就不太受到影響了 但是反過來 如果升息到達頂點 債券價格反轉的時候 這時候一樣對台中銀的獲利貢獻有限 反而就要去挑選債券部位比重高的 會是收費程度最大的金融 那之後我們也會一一的分享這類族群 以台中銀最重要的利息收入來看 利息收入就是要去看放貸的金額成長狀況 以及利差的變化 那從販款金額來看 足跡都是有持續成長的 外外都還有8%的成長率 其中以大型企業和房貸成長最多 那幣別最主要就是以國內台幣市場為主 利息收入除了存款與貸款金額成長外 就是要再來看看存放利差 這對銀行來說 相當於製造業的毛利率 是貸款獲利能力的表現 今年各家銀行的利差都收費升息有提升的表現 那與市家關股金額相比 台中銀相比市家關股金額都有更好的利差水準 能相對同行取得更好的利率水準 這是銀行有效利用資產的表現 台中銀獲利跟利息收入關聯性比其他金融股更強 所以利差的表現是要重點關注的一大指標 在銀行的風險指標上 預放比為0.14% 是低於0.3%的標準 代帳覆蓋率908.10% 這是表示銀行提拨對應處以代帳的金額 高了100%安全的水準 資本施足率 表示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資產的比率是15.48% 高了銀行法規目前規範的10.5%的標準 可以看到台中銀的財務體質在金融股中算是很好的水準 看到過去的台中銀還不是這樣 2018年Q4的時候 還曾經高達0.45%的預放比 一路持續的下降到目前只有0.14% 已經低於銀行的平均值了 所以台中銀的整體資產品質是持續越來越好的 又能維持高利差的放債利潤 在銀行營運的本業上表現得很不錯 如果你是專注想穩穩賺升息週期下收費的銀行股 台中銀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價值評估的部分 這五年期間 台中銀的PP Ratio均值在0.86倍 最低值在0.76倍 兩者總點值在0.81倍 以價值評估的話 股價均值是在11.7塊 平價在11塊 大幅加碼價是在10.3塊 台中銀就是一個標準的長期損股標的 均價正負15%都算是合理的正常震盪的區間 如果有低於加碼價偏價 我會進行2倍3倍定期定額的資金投入 那如果漲了超過均價的30%的價格 就是可以考慮部分分批獲利的時機 長期來說 台中銀就是大概維持在一個區間內 超漲超跌通常都是機會 那這些分析純屬根對各國研究筆記分享 並不是任何投資建議 買賣前還是要深重考慮自己的風險承受度 經過思考版後再決定買賣策略喔 影片下方說明還很多股票及TFSR分析 有興趣的可以再去看看 也許有你感興趣的投資標的 那覺得今天這類內容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訂閱留言加點讚 這些小小的知識動作 都會讓我更有動力持續推出更多的內容 那有什麼想知道股票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來安排比較多人想知道股票 先做分析 那今天就到這囉 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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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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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